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秀秀姐姐 身為一位多才多藝的音樂家 是會很多樂器的 像這個 小提琴 還有喔 長笛 還有 剛剛我們敲的鐵琴 哇 真是超厲害的音樂家耶 可是 如果小朋友你們家沒有樂器的話 可以當音樂家嗎 當然可以囉 等一下秀秀姐姐會變出樂器 讓我們一起來玩音樂魔法 秀秀秀談 節目好看 邊學邊玩 Enjoy your time 小朋友 準備跟我一起變出音樂魔法了嗎 請爸爸媽媽準備這些材料 欸 這個吸管可以做什麼樂器呢 就是這啦 排笛 等一下秀秀姐姐要教你們做排笛 我們要把每一個吸管剪成不同的長短 首先第一個最長了 要18公分 用奇異筆 畫上長度 第一隻 第二隻短一點點 16.5公分 15.5 第四隻發 再來是 收 拉 吸 動 最高音的動 小朋友如果還不會用剪刀的話 就請爸爸媽媽幫你們剪吸管 然後對著線 剪下來 完成囉 吸 動 壓扁 好 剪好以後啊 我們要來塞 黏土 揉成一小團 塞到吸管的孔裡面把它塞滿 好我們把它塞滿 我們聽聽看是什麼聲音 欸有聲音咧 好每一隻都這樣塞喔 小朋友把那個吸管啊 放在嘴唇這邊就好 不要含著喔 沒有聲音 有了 好 好囉 好 當你們都調完音之後啊 接著我們就把它捆起來 先把它們排好 然後請你們準備膠帶 前面貼 它就會固定住了 然後再翻到後面來 再貼 再貼 登 排題完成了 想要再讓它多一點變化的話 像秀秀姐姐就超喜歡這種紙膠帶 就可以把它黏上去 還有如果家裡有瓦刃子的話 也可以黏上去 我們來聽聽看已經調完音的吸管排題 超亮的 吸管排題做完了喔 欸 除了剛剛的吸管可以做樂器之外 小朋友家裡的水杯 也可以做成敲擊樂器 現在我要來調發這個音 首先 我先把水倒進去 來聽聽看 有沒有發著聲音喔 一起唱唱看 Do Re Mi 發 發 不準耶 不準怎麼辦 聲音太低了 要把它變少一點點的水 那我喝掉好了 喝一點點 試試看喔 Do Be Be 發 準了 這樣子就變成了我們的水杯樂器囉 因為每一種樂器的發聲方法不一樣 像這種用吹的叫做管樂器 還有這種用敲的叫做敲擊樂 還有那種一條一條弦的 就像這個 我剛剛談的烏克莉莉 叫做弦樂器 可是這麼多樂器 要怎麼認識他們啊 跟著秀秀姐姐唱音樂魔法 你就會認識他們囉 好 彈彈鋼琴 咚咚咚咚咚 喇喇的情侣 吹吹的自吐吐吐吐 弯弯喇叭 弯弯喇叭 弯弯吉他 吹吹大鼓 吵吵铁心 叮叮叮叮 唱唱歌来 喇喇喇喇喇喇 我是小小音乐魔法家 为你打扫托 Danny Ray Don't Ray 音乐的魔法陪伴我长大 为你打扫托 Danny Ray Don't Ray 弯弯钢琴 喇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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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喇� 啦啦啦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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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弹弹吉他 蹦蹦蹦蹦蹦 吹吹大呼 蹦蹦蹦蹦蹦 悄悄铁琴叮叮叮叮叮叮 唱唱歌来 啦啦啦啦啦 小朋友听完音乐魔法 有没有认识很多乐器啦 完整的音乐魔法可以在 幸福的孩子爱唱歌 专辑里面找到喔 如果喜欢我们 秀秀秀他们的影片 帮我们按个赞 然后有任何想要跟秀秀姐姐说的话 都可以自己 或者是请爸爸妈妈留言 在影片的下面 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 YouTube频道 绵绵小耳朵喔 我们下次见囉 拜拜